设计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好 因为清晰度不够 之前在台北总公司上课也会有这种问题 台北总公司他后来换了一间教室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只有像这样 会解析度不够 所以要不就是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讲义里面 讲义里面也有同样类似的画面 那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 这个课程我大概简单做个简介 其实我在网路上其实还算有一点知名度 因为你如果Google吴老师这关键字 那前面的连结都是我的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前面四个都我的 因为主要我在网路上 写了很多相关的部落格教学 然后我在YouTube上面 也放了很多教学的影片 主要是帮助一般上班族 能够在工作效率上提升 另外我也在很多单位上课 上这相关的课程 所以基本上实际上的经验 应该算是丰富的 另外在YouTube方面的教学 当然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其实基本上目前 像这种企业内部的训练之外 主要有一些固定的课程 像在台北的动物大学 建修推广部 还有像文化大学建修推广部 还有像台北市的公务人员训练处 还有那个像新北市 或者是像资产工业 都有开类似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 基本上时数 如果我是基础课 至少30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今天只有7个小时 也就是说要把30个小时的东西 浓缩成7个小时来讲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讲 但是可能有些地方 没办法讲得非常的深入 这是因为时间的限制 但是至少还是会给大家一个开头的概念 至少你要知道说 以后那个函数的使用方式 那怎么分类 怎么样用会比较好 而不需要死倍 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给你的提示 就足够让你把某一些 你可能从来没用过的函数把它做出来 它有一定的概念 那另外的话 这是我一些相关的经历 因为我从大概20年前开始写程师了 在工程师 之后的话 当然也担任过那个公司的 或者自己有创业的经验 担任资讯公司的那个执行长 五年的历练 那也得了一个那个 杰出创业楷模的一个奖项 然后 现在的话 主要工作 担任像教学跟顾问性质的工作 慢慢的 也不希望把自己时间 那么的紧 所以尽量把时间 多空下来 然后呢 目前呢 就从事一些教学工作 也在一些学校单位 帮忙上一些课程 另外我的证照也是一大堆 这也是 请上电话 至少30张以上 这其实也没有 然后呢 如果将来 你们要再继续学习 我是建议 你可以Google吴老师 我有个YouTube频道 那上面东西都免费的 那主要就是 反正就交 一sell 我上面的族群最多也是上班族 因为我发现 因为他有一个分析器 分析什么时间 然后什么人来看 大部分其实也都上班时间 很多上班族 他找不到 工作上会用到的答案 他会到我的YouTube频道去找答案 那我这个YouTube频道目前观看资数也不算太少 大概就五六百万 订阅人数大概超过一万五千 那当然如果跟之前很热门 有一个新闻叫 吴阿末 各位有没有听过 吴阿末 吴阿末他 他跟他不能比 因为他是 放的是电影 然后呢 去评论人家说这个好不好看 可是他很赚啊 他是 全台湾赚 他一个月广告的收入至少 超过十几万 就是光YouTube给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 点击次数 那个广告费 他就已经够赚了 而且他订阅人数超过五十万 我才一万五而已 如果跟他比的话 不过我们的族群不同 我只是把我上课的东西 放在我的频道上面 所以未来呢 如果你们有一些想要再学习的 其实也欢迎 那你可以到我频道找找看 不过 这里面的话 你可能要知道怎么开头 而且喔 我有些放译档 也没有说 全部 就是我放YouTube 可是 有些东西你也找不到 但是除非你有上过我的课 你大概才知道 那也就是说 你们可能开头 今天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保了下来 之后如果有些不懂的话 你可以到我YouTube频道 稍微再看 里面有非常更深入的喔 可以深入到写程式部分 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没关系啦 你就是先把前面的先学好 慢慢的话 你可以有个阶段性的 那以后的话 可以跟那个什么 像现在大数据喔 物联网 工业4.0 反正这些东西 未来台湾都会慢慢往那个方向去啊 所以那个鞋 连那个川普都接见那个 那个谁 郭台铭嘛 那郭台铭他就是应用这些东西 用在他的工业上面 所以他接Apple的订单 当然是没有问题 不只是这样 当然他这个部分 他还有延伸性 那以后 台湾的很多的那个企业 也会纷纷往那个方向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部分 没有了解的话 那你工作起来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给各位 那这个 这不重要 这Google每个月也会够钱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YouTube的东西 那相较于这个 像谷阿默这样的 他算大咖 算YouTube 他叫YouTube加一个R YouTuber 那大家每个月就靠那个就够了 所以其实以后 不是以后啦 现在有一个工作职生叫YouTuber YouTube 网络上看 加一个R的话 就是他专门就是拍影片放 放在YouTube上面 那他就靠这个广告费 他就足够比他去上班 还来的更多了 而且他延续性还更大 像那个什么蔡阿嘎 蔡阿嘎好像是嘉义人 对 然后他就是随便接一个那个像通告好了 一个像 什么唱歌给 一个就三百万 一个广告代言三百万 像之前听说那个台北市政府也找他代言 可能政府没这么多钱 但是也给他一百万 代言费 光一个代言 蔡阿嘎 你看 他就是从那个什么 YouTube慢慢红回 红到就是那个 可以可以再上电视 而且最近好像也跟艺人 有很多合作案 所以 这是趋势 OK 那我怎么来这里呢 其实也跟这有点关系 因为你把东西放上去 人家看到了 所以自然会找到我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不太 我不认识任何人 但是 目前我很多的工作 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找到我的 像很多学校 好像最近中央大学 有一位教授也是找到我 那请我去帮学生讲一些经验分享 那也是透过网路的关系 所以其实网路这个力量 这还蛮大的 那未来你们要做一些行销 这都是不用钱的行销 YouTube也没有跟我 收任何一毛钱 他没有跟我收任何一毛钱 就算了 他每个月还会给我钱 这很妙 OK 所以其实 如果你懂得做一些创造 其实这后续的发展 其实还蛮大的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的证照大概三十几张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个证照认证中心 他也找我去帮他们做 那个命题 审提命题 的工作 好 前面是我大概简单介绍 其实不是很重要 前面的部分只是在开个场 让大家了解 我是谁 不过也不是很重要 反正这 但 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我就很多地方邀请 所以我就上课 然后把这些集结起来 变成一套有系统的课程 所以今天的话 我就来这边 快速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如果你对于 E-Sale函数 不太熟 建议大家坊间有些书籍 你可以去找一找 怎么去学E-Sale 那我们要推荐一下 有一本书 像什么 E-Sale的 职场函数 468招 这个468招 其实 这本书卖的还蛮好的 它其实就是把 你可能工作里面会遇到的问题 变成468道题目 然后呢 分别来解释 E-Sale这些函数怎么去使用 所以如果你对于 想要多了解 什么函数使用 或者建议你可以买这本书 那我的课程里面有一些范例 也会用到这本书里面的范例 但是解答各方面 当然我有我自己一套东西 不是完完全全用造本宣科 好那 再来后面有 其实你们讲义里面好像都有 然后参考用书的话 还有一些VBA部分 再来 那个 顺便讲一下 未来如果说 我们课程里面有一些东西 可能 那个讲义里面还不够的话 云端下面有一个下载档案 其实这个连结 你可能将来打公司打一打打不出来的话 其实我有放在云端 你至少可以参考 云端那下面这个 这个GOO.GL98QTHK 这个 连结进来 其实这是我平常上课 我刚讲过 我们今天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课程 实际上至少30个小时 那30个小时 其实 基本上 我会 把所有资源都放在这个连结里面 所以未来 如果你觉得有些部分还不够的话 那可以到那个 我放在那个网址里面 你可以直接把它输入到你的浏览器上面 打GOO.GL 然后后面98QTHK 进来的话 这样当然就会有更完整的东西 包括我上课里面 会用到的 所谓的 这边有个云端白板 因为现在白板被挡住了 那所以像我上课也是一样 我会把一些东西放在那个所谓云端白板上面 那如果你觉得上课 假如你有些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在上面都还有 OK 这个是一个延伸性的一个资料 放在云端上面 那再来后面 我们就要开始来看我们课程 因为实际上还是要直接演练 那因为我的课程比较强调是实做 要做出来才算数 有的时候呢 讲一些简报 有些老师一直讲简报 一直讲简报 讲完之后你还是不会做 所以尽量我们在今天的课程 主要还是教你怎么做 怎么把结果做出来 当然我的问题里面 基本上就是提出一些 可能你工作里面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那你要怎么样把那个问题给解决 所以待会 请各位呢 第一个 先把那个我们的那个 范例档 应该都有吧 应该每个同学 可能不要后面来的 也许没有 那等一下再call一下 范例档 如果没有的话 等一下再call一下那个范例档 那我这边范例档 会分成五类的范例档 反正今天的话就是把这五类的 这个五大类的函数 我们逐一的来看 分别就是所谓的文字与资料 跟逻辑 还有日期时间 数学三角跟检视与参照 大概这五大类函数 那其实如果你有个开头 基本你对以seal函数就有一个基本认识了 再来你要再多学一些其他的 我想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我们就按部就班 所以今天原则上课程七个小时的规划 总共五大类 所以大概原则上一类的 一类的那个函数 大概会分配到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一个小时大概带个一题两题 我们会用实际的题目来让大家了解 那遇到问题怎么解决 那解决的方式 其实就大概就是你能够抓到要领 所以尽量我们今天主要课程 就是教各位熟悉这个函数 那怎么样快速的把一个问题解决 那你的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这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像公司会愿意花这个费用 请我来这边 主要原因是因为企业每个人 工作效率都提高了 整个效率的整个公司的企业的那个效率 一定也是整个提高 但如果每个人都慢慢弄的话 说真的这个公司怎么会 怎么会有竞争力 所以整个公司要有竞争力 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训练起来 所以以后每个人可能都 像刚刚不是讲的工业4.0吗 所以1.0 2.0 3.0 4.0 其实同样的 在上班族上班上课上班的也是一样 可能要上班族也要变 上班要4.0的 OK 这个最近教育部也一直在强调 所以以后每个人都要 会学写程式了 107年的课纲 已经把程式设计 列为国中跟高中必修课程 很多像现在大学 像我现在原池大学 他们也是直接把 不是资讯科系 一般的商业商学 或者是文学 他也要学写程式设计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以后大数据 不会写程式 那就完蛋了 这么大的数据 怎么可能用图法链钢慢慢弄 弄完之怎么下班 不用下班了 所以要懂得一些方法 那今天的话 我当然就是把这些 所以等一下会有五个 那我们就一个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进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 那我会举一些例子 那待会你们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范例档案 也没有装好 那打开之后 应该会在你的可能桌面或哪里 会有12345 里面呢 打开来就会有12345的练习档 那你就打开1 然后先打开01的这个 打开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边有一个那个 电话号码 然后 我们要把这个电话号码 把它变成我们需要的格式 因为后面会有个电信业者 11 然后门号 然后末码 上面会有个格式 09 所以这边的话 理论上 你就要输入什么 0911 一个减的符号 084 一个减的符号 007 各位 这个 解析度有点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不然请各位先第一个 先把那个 你们的档案先确定 有 第二个我们在